你说很多人还有个想法在想说我要等到他低一点 可是问题是今天比如说他涨了20% 然后他跌了5% 那那你还是 你还是落后了15% 哈喽大家好我是Jerry 欢迎收看澳洲新章节 前几天澳洲的ANZ银行 预测这个全澳的房价 雪梨墨尔本布里斯本涨幅都高达20%以上 那今天我们特地又连线我们墨尔本的好朋友Vanson 跟大家从银行的角度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为什么澳洲的银行对于这个澳洲的房市这么有信心 那Vanson在线上把他拉进来 哈喽Vanson 哈喽哈喽大家好 前几天的这个新闻啊 这个给你看一下 很意外吗 喔 百分之二十ANZ 这个我看到这个我看到这个其实我前几天也有看到 对我来说的话 有点意外 也 非常的 不意外 意外在哪里呢 意外在哪里呢 意外是 我也没有想过会涨这么高 是啊 因为其实老师 就是 站在我一个Agent的角度 其实我是预估其实每一年只要能够涨10% 10年就涨 100% 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 那这大概就是到 举办奥运那时候 整个全澳就会因为奥运的关系 因为基建 因为央行的量化宽松 因为政府的补助政策 就是让房价涨这么多 就可以了 那一年涨20% 应该很多人会晕倒吧 其实他这个涨20% 要看他的这个 基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 因为 这个澳洲的 相比去年的话 如果他是从一个 去年比较低位的时候 来做这个预期的话 那当然会是涨到20% 这么高的一个 一个数字 我完全的 不意外 那 因为澳洲的这个 这个 房价 应该是从去年大概 可能那时候是 三四月的时候吧 那时候是就是刚刚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 那时候房价其实算是 满低满低的一个 一个一个情况 那如果跟那时候相比起来 现在的话 我 他如果说是涨这个20 或者是今年到明年的话 会涨20% 我也是不是很意外的一个一个数字 因为从这张图表来看 其实 去年只有因为 墨本的疫情 落下跌最久 只有他是 有下跌的 下跌4%多 如果观众看得到的话 就是这边 那 其他的城市其实都是上升的 所以 所以其实 而且如果去年的最低价 大概是应该是六七月份那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 这个政府给了很多新建房的刺激政策啊 然后还有手购的那些补贴啊 那是那个时候 底部反转的时候啊 所以你说 涨20% 其实我是觉得 很高啊 但是 从今年这样子到 从今年初到现在 八九月份这样来看来 实际上很多地方都已经涨10几% 真的就快到20%了 如果照这个涨势继续下去的话 对的 因为 按照 这个 预测的话 其实 我们一直讲的 就是说这个房价 过去怎样 然后未来会怎样 但是没有 跟大家 大家 实际的讲过一个 就是在经济上面的一个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预测啊 嗯 除了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 就是正常的一种啊 就是去到价位 比较比较合适了 然后大家 去进场 然后这个供应量减少 然后需求还是继续的增加 这样子一个比较笼统一点的说法 在这份报告里面的话 其实 啊 啊 银行给了我们很多 就是其他方面的这些数据 数据 那 一个比较 比较好一些的数据呢 就是说 在这个 啊 GDP的这种收缩 跟这个经济的一个衰退的一个前景下 那为什么我们的房价 还是会继续的往上往上去增长呢 其实就是说除了这些 一定的固定的需求以外 那我们在现在的 啊 这种 这种状况之下 因为 大家都是需要说去这个居家办公 那对房屋的需求 可能有一些人他就比较 急迫了 那比如说 以前大家可能觉得 啊 跟父母一起住 没什么问题 那你居家办公的时候 可能发觉 哎呀 我原本只是需要一个睡房 那现在的话 跟父母一起住 那没有一个书房 或者是 没有一个真真正正 属于自己的一个空间的话 那非常的不方便 那这种就是造成了 为什么会造成了 有的人他就急迫的去需要买房子 其实我们最近的话 也有很多的这些买家 就是 呃 要买一个一房 或者是一个两房 很小的公寓 而且是很急迫的需要嘛 就是我马上想要搬过来 那这个可能是 从侧面证明了 这个这些分析是 是对的一种一种状况 嗯 那另外的话 比如说这个 呃 利息 他会持续的一个 一个一个走低 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 央行也就也是在最近的 这个 这个 这些 普通的报告啊 或者是 呃 半官方的这种 这种 呃 说明会上面 也是有说了很多 都说这个 基本上在三年之内 在2024年之前 这个利息都不会有一个往上调 或者是这个货币紧缩的一些政策 那这些东西的话呢 也是可以说 呃 令到这个 呃 房产 在短期之内 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幅的上涨 或者是有一个呃 往上推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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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用 呃 我们现在一针打过疫苗的这个比例已经是超过百分之五十了 是 眼看就要去到百分之六十了 那这个两针都打完的比例也是在每个星期五到十个五到十个点这样子正在往上增长 三成左右了 我印象没记错 我对我看过那个表格 对 现在就是从我们八月初的时候 整个打完的比例在百分之十二十三左右 到现在已经是去到这个百分之三十了 所以就基本上是每个星期都在五到十%左右这样子往上往上的增长 那按照这种增长的速度的话 那基本上是去到十月底十一月左右的时候 这个我们就应该会达到百分之七十左右的这个这个量真的普及率了 嗯 而且其实我一直就是在跟我的客户们啊 或者是有些网友会留言嘛 其实我都会鼓励大家说如果可以的话 真的要赶快上车 不然的话你因为房价继续在涨 你没有跟着上车的话 其实你的手上的现金是越来越薄越来越不值钱的 我不管你要买股票也好你要买房产也好 一定要想办法去做你的投资 一定要把你的钱给活用 不然的话你只是看着房价一直上去 你一直没有跟着上车的话 其实只会越差越远 这个就是我在鼓励为什么 嗯还没有入市的买家们应该要早早入市啦 免得到时候你说很多人还有个想法在想说我要等到他低一点 可是问题是今天比如说他涨了20% 然后他跌了5% 那你还是落后了15%啊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早早上车啦 不然的话你会跟不上这个资产膨胀的速度啊 你赚的钱永远都比房价还慢啊 涨的速度还慢 对的这个你刚才所说的这一点呢 其实非常的对啊 因为好像我们最近也是有一些客人 他也是有这种这种怎么说的这种窘况吧 就是说他原本他是攒够了他10%或者是20%的这个首付 那本来的话呢也是说就是可以很快的去买到他现在要的房子了 但是怎么知道去到比如说拍卖也好还是这种去找这种楼花也好 那突然间发觉这个这个房子开始往上涨了 是啊 对那他开始涨的时候呢 他发觉他这个原本的首付呢不够了 你原本已经pre approval的贷款都已经想说我可以买这个房子 后来发现你根本你已经有有贷款的range 可是你还是跟不上那种大家喊价的速度啊 对那比较比较惨的个案呢 有的时候是他们原本的这个这个首付 比如说是攒够了这个6万块7万块这样子 那现在有的时候这个新的楼盘一放出来 都也是70万或者是80万的价格了 就按照一模一样的这种大小或者是一模一样的规格去看的话 他的价格已经是涨了这个百分之十几 就没有错吧 原本六七十万现在就变成七八十万 那他们的这个首付突然间你要从哪里再去拿多一两万块钱出来呢 这个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困难的一个地方 那这个我们已经可以看得到了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啊就是在能力范围内 还是要赶快先不要想说一步大为那种Dream House 先不要这么想 能力范围内距离生活机能也都可以的话 就先买个安顿的家 先求有再求好 你想要换大这个之后慢慢再来 你要一次就要定位的话 那相当量的你钱就准备多一点 这个就不会是你的考虑范围 可是如果你不是的话 应该就是先求有再求好 对的这个就是好像我们之前一直说的 就是你先有了你第一套房子 怎么样用到你第一套房子这个资产膨胀的速度 去跟去赚到你要买第二套房子的 这个基本上的一个资金量 要不然的话我们可以说 除非是跟父母一起住 情况还能稍微的好一点 要不然的话 对要不然的话你 第一你还是要继续付你的租金 你的钱继续的去贬值 然后房价又再继续的升值 那你变成你是越来越难的 去买到你的第一套房子了 这样子我们要唱一下反调 虽然银行预估升那么高 我们希望它不要升那么高 让我们的客人们还有能力负担 你贷款还有办法 批好不好 我们大家都是这样子希望不要 其实我自然我自己个人的感觉也是 当然房价升的比较快比较高 我们的这个收入可能会好一点对吧 但是这个房其实房价升的太高的时候呢 它或者是太快的时候 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太好的一个现状 我们希望它是平稳的往上升 对平稳的慢慢的就可以了 有一点是需要补充的就是现在澳洲的市场呢 跟大家再做一个比较好一点的预测吧 就是现在我们的失业率呢 已经是去到5%以下了 基本上是差不多是全民就业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大家可能说这个状况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好啊 或者是有什么刺激性呢 就是说其实现在的这种全民就业的状况呢 是因为很多人他有了这个政府的补助 或者是企业有政府的补助 那他其实澳洲并没有怎么样大量的裁员 这个是一个对经济支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点 那另外的话呢在这个就业啊收入啊 这种状况都还能保持的状况下 到时候我们眼看去到现在10月底11月 这个解封了之后 经济又可以很快的去到复苏 那我相信大家期望吧 大家会做一个合理乐观的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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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 那就是怎样去把自己的这个资产去保留他的升值的空间 快一点入市吧 好那我们就是希望澳洲的疫情赶快回复 然后疫情和缓之后就可以好好的拼经济 好的大家一定要这么说 好今天非常感谢Vincent接受我们的访问 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 好拜拜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